而美国的Kansas 坎萨斯州计划让居民对堕胎权公投 成为美国最高法院推翻Rode vs Way 罗素韦德案 裁决之后的第一个州用投票来决定堕胎权是否能够再受到州宪法的保护 公投将在8月2号举行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对反对与支持堕胎的民众都进行了采访 2019年 坎萨斯州最高法院裁定 坎萨斯州宪法将保护个人自主权 包括女性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 这一裁决有效阻止了在美高院撤销罗素韦德案后的堕胎限制法令 在坎萨斯州实施 在坎萨斯州州边有多个堕胎非法化的州 坎州诊所透露他们约60%的患者就来自其他州 作为8月2号公投的一部分 坎萨斯人将有机会对一份名为 珍视他们两人的州宪法中修正案进行评判 如果获得通过 这个修正案会令州最高法院在2019年建立的堕胎权裁决无效化 这次的公投虽然只是坎萨斯本州州内的投票 但将有着全国性的影响 据估策 坎萨斯州预计将有36%的已登记选民会出来参与这次投票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凤红卫视